韩国海军发布未来航母效果图 韩媒漂浮的棺材 韩国海军日前发布了 设想中的未来轻型航空母舰3D效果图 已展示到2033年建造这艘航母的决心 不过韩联社报道称 对于建造该航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仍有一律 反对者将航母描述为漂浮的棺材 韩国海军应专注发展水下力量 据韩联社11月9日报道 经过5个月的准备 韩国海军8日发布一段 展示其未来航母战斗群的动画视频 这段视频显示 除了展示一艘排水量3万吨级的航空母舰 以及F-35B战斗机起降行动等内容 还有该航母和配备宙斯盾系统的新一代驱逐舰 战斗支援舰盒中 行前停能组成航母打击群协同行动的场景 报道称 韩国海军一直在推动航母项目 并声称这将增强其实力 但是 反对者经常将航空母舰描述为漂浮的棺材 因为它很容易暴露在先进的反舰武器和鱼雷之下 韩国海军应该专注于更有效的水下作战装备 韩国海军作战部长石月称 不会理会这些批评 无论前方有什么挑战 韩国海军都将实施该项目 计息 计划中的韩国轻型航空母舰成本 估计有2万亿韩元 作为该计划的第一步 韩国国防部明年先拨款72亿韩元 另据韩国海军发布的消息显示 这段CG视频是为庆祝其成立76周年而制作的 以帮助公众了解未来轻型航母的联合力量 结合早前报道 韩国军方11月8日发布这段视频的同一天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参观出云号 了解其改装为航空母舰的进度 这段CG视频是为庆祝的